詞曲 李宗盛 我應該先修正一下 不是醫療大廠 而是做醫療 做醫療其實蠻辛苦的 那做醫療又到國外去設公司 然後去走通路 其實那是一個 應該叫不歸路 所以做護院長 他跟我講說 我請你來分享一下 我說你那個不是品牌 什麼十大品牌 十大品牌應該就是 類似我們前面的台大店 類似捷安特啦 Acer 不是要請他們嗎 他說不對 你吃大餐也要有一點小菜 結果我一看說 要五點 所以要問大家一下就是說 我們回家就要吃晚餐了 還要再吃小菜嗎 所以我想我會非常的按照主辦單位給我的時間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亞伯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公司 事實上是三十年前公司成立 那因為我沒有技術 我也沒有錢 所以我就只好去做貿易 所以我是做醫療的貿易出口 然後就利用三十年前 應該沒有現在的數位化那麼方便嘛 那我就利用兩邊資訊的不對等啦 我就活了很多年 過了十年以後 大部分我做的東西都是Class 1的東西 那醫療裡面Class 1的東西滿簡單的 輪椅啦 病床啦 但不能沒有他們喔 全部都跑到大陸去了 所以我就要面對 問同仁們說 我們要怎麼辦 要去大陸嗎 所有人都反對 因為去大陸只有你去 我們家人怎麼辦 所以就只好說 不 我們留在台灣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投資研發 然後利用上櫃 拿到第一桶金 把我的供應商把它買進來 當然我那個併購比 擺得簡單太多了 所以呢 我們就去做Class 2的醫療器材 然後當然就想爭取 國外的比較大的客戶 不過那個階段 我應該把它稱為叫ODM 那是第二個十年 好 那我真正想要做的是OEM 就像我們現在經濟部 一直在講 要做CD MO 可是你要知道 我努力了十年 國外的醫療 真正的醫療品牌 平均毛利率最少60% 最好的七八十% 又有專利 然後呢 他拿的是一個長期的合約 其實 很壞台工 所以我是十年前 因為想要跟大公司 要訂單 結果他們跟我講說 不行 你雖然是我們的策略夥伴 但是我們要併購你 你不願意乖乖的在亞洲 你以後不賣給我們 可是我們覺得你的團隊太飢餓了 所以我們怕 將來 你還是會 變成我們的對手 所以我做品牌 其實是不得已為了生存 絕對不是為了理想 雖然我很早期就認識是這種事先 但我必須講為著性尊 好 那我就只好看看 哇 我六十幾%生意都在美國 我怎麼辦 我又不敢讀太大 因為我膽子本來就不是很大 我就說到歐洲去 因為歐洲 雖然叫歐盟 但每個國家的醫療 幾副都不大一樣 因此我就選了說好吧 那我們就走到歐洲去 我們就一個國家一個國家慢慢來 那我這裡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做了十年下來 我們這個公司應該做對了兩件事而已 一個就是選對產品 也就是說我們本身在所謂的押窗 照護就是一般叫做醫療用氣墊窗 我做了二十幾年 絕對沒有像剛剛我們那位大哥講的 就跑到AI去了 我們平均算下來合併的毛利率有五十三% 結果呢我這十幾年來一直在拼睡眠 中止症在用的呼吸機 大家很多人認識我們是因為 你會做呼吸機喔 但事實上我們的毛利率啊 拼了半天也只有四十% 沒什麼夠開啦 那第二個事情我覺得我們做對了 就是選擇到歐洲去 因此呢我們本身大概目前有八個子公司 從原來我們很強調到每個國家 你要有好的代理啊 要找local king啊 到我們變成是必須賣給更小的客戶 因此呢我們這樣在西班牙 就要賣給一千多家的客戶 然後呢在德國賣給也要一千多家的客戶 將近兩千家 那當然相對的 在COVID這三年 雖然我們跟歐洲的這些同事 過程裡面比較難見面 但是其實他們都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因為我的客戶很分散 這是我們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呢我經過十年以後啊 已經變成回不去了 因為品牌佔了87% 剩下就是有一小部分的ODM幾個客戶 他也不在乎我們做不做品牌 因為他太大 那我們呢也覺得彼此需要 我們就維持這樣一個景性 我們走走走 目前看到的就是談歐洲好了 整個歐洲 其實我們COVID就是因為我們啊 去從西班牙設的公司到英國到華國到德國 大概目前有將近兩百個歐洲當地的員工 那因為每一個MD都是歐洲人 所以呢當然啊我們能度過這個COVID的難關 可是在這個的同時 我們也面臨一些困難 就是說哇慘了 我們現在全球如果差不多將近七百個人 可是我有兩百多個人都是不會講中文的 我的預期啦將來如果再往前走 應該你有一半的員工都不會講中文 所以當你在地化完以後你要回來面對的是 你還有很多一致性的問題 包括你的全球性怎麼辦 因此呢我之所以會談rebranding這件事情啊 把原來最前面看到紅色的iPad把它拿掉 然後變成各位看到今天的這個VL 這個新的一個rebrand 其實是因為我發現說好像經過三十年以後 你自己有一點點模糊了 從做醫療的貿易到做ODM 到歐洲去說叫做做品牌 可是你有一部分是自己設 一部分是買來的 然後呢其實每個人啊 好像在想什麼都不大一樣 所以我把它稱為說 到底我們自己對品牌的意識 我們對品牌的個性了不了解 當然我們面臨第二個大問題是 我當年用那個APEX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有一個美國的朋友來找我 他很想創業 但是他說他沒有機會沒有錢 他就跟我講 Danny 我有兩個公司 一個叫APEX Medical 一個就叫Perfect Health Care 聽起來都不錯對不對 做醫療嘛 一個送你 我說A比較快 因為去展覽的時候 A開頭排在前面嘛 人家查得到你 但很不幸 APEX是一個菜市場名 菜市場名 你現在Google一下 一千多家 醫療的產品也有至少一兩百個 所以我申請了四十幾個國家的Trainmark 其實都不完整 都是這個不能賣那個不能賣 不過這樣也混了三十年就是了 只是說好像覺得這樣應該走不遠 如果真正要做品牌 所以才會我們就要很感謝 一個就是工業局 一個就是台經驗 工業局給我們錢 台經驗呢 去給我們一些經驗 該定我們啊 去找對的人來幫忙 因此呢我們確實也請了專家 我們呢 也做了全球的survey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要interview 你的經營者 你的高階 你的stakeholder 該做的都做了啦 那麼 最後弄出來一個品牌概念 所以我們找到自己存在的目的嘛 我們認定說好 我品牌的願景是什麼 我自己的價值主張 不管理性或感性 你的個性呢 但我必須講 其實這裡面 如果有一些朋友本來就做醫療 或你想進來做醫療 醫療大概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跟consumer不大一樣 consumer是很容易識別你的客戶嘛 但醫療你的stakeholder 可能有三個 或者說你的tar 一個就是病患跟加速 一個就是fix season 就是不管醫生照顧的人 第三個不要忘了 全世界 全世界的醫療都缺錢 因為你有保險還有醫院 都在control那個budget 大概它會是一個我們要面對 要客戶的啦 那當然我們最後就決定了這個 well 然後呢 本身啊 我們也給了自己一個品牌的口號 就be well live well 但我必須講 這個不會是我自己決定的 好 因為我們最後一定有一個過程 一個篩選 然後大家一定都會面面相續 最後就看看你 我說I don't care 因為這個是你們以後要用的 又不是我要用的 好 其實叫習慣就好了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是我們後來選的品牌的風格 因為我們需要全球有一個自信嘛 好 那當然 剛剛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會員長在談溝通 溝通 我必須強調我們過去這兩年啦 應該我們比較小又沒錢 所以當然我們做很多內部的溝通 好 所以我們花比較多時間 反而是自己內部啊 在換自己的腦袋 怎麼樣利用數位 怎麼縮短流程 好 然後呢 當然 不免俗了 我們一定也會 好 需要有一個brand day 大家怎麼樣 一起來玩個什麼遊戲 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要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一個 結論就是說 過去這個ipex 它本身其實賣的就是CP值啦 賣的就是規格啦 但是它不是不重要喔 只是說 當你真正要往前走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能夠透過數位 然後去跟你的TA來溝通啊 然後剛剛提到的就是 因為它有三角的一個TA關係啊 把它經營的好 應該啦 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品牌可以走得更遠一點 好 那我後面呢 要跟各位來報告的就是說 當做了這樣的決定以後 當然一定不會說就結束了 要不然一個logo設計完 大概 我不是跟很多這位在座很多會懂設計的人 有任何的冒犯 因為我兒子自己也是做工業設計嘛 我就跟他講 因為他自己創業 我就說 如果你的logo設計的美美的就會賺錢 我跟你打賭 應該還是真的要有內容啦 好 那回到內容 我個人認為 我們本身大概有三個力啊 需要繼續努力的 一個就是 我知道大家待會會需要回家吃飯 我會遵持 產品力 市場力跟品牌力 這三個東西 我認為啦 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是我們未來必須走的 必須往下走的路 第一個 談到他的這個產品力 我個人是把它稱為說 如果你的總部是在台灣 請問你真的 會比歐洲人更會做生意嗎 你會比美國人在地更會做生意嗎 施先生施政榮跟我講過一句話 我們怎麼請他去一里會認識 整部比人更少 第二 就算你要付錢 他還欠你舞台不夠大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 市場力不重要 而是說 你既然你總部在這裡 是不是你最核心 應該還是你的產品力 那當然 我相信 在座各位都很清楚 從需求探索嘛 找出差異化來嘛 去創造價值 然後利用數位 去做服務 可是左邊應該是做 Medical裡面最最重要 就是你怎麼樣找到臨床的價值 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常常同事在開會 我們R&D的人會貼很多的完勝 有沒有那個logo 但我說問題是你只是爽在你自己覺得 你贏了一個規格或什麼 但最終你對病人 有沒有解決病人的問題 假設病人的病痛沒有被徹底解決 你講的那個差異化應該是沒有價值的 第二個點我覺得 談市場力的時候應該是兩段 一段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怎麼樣能夠讓在地 能夠得到更多的在地服務跟發揮 那是必要的 可是講回來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公司 應該是裡面的這一個藍色 的全球標準要讓它極大化 因為只有你的品牌一致嘛 你的產品有很高對病人治療的一致性 KOL也願意幫你講話 大概你所發揮的力度會比較小 力氣比較小 然後你當然最後保留一部分讓在地 能夠做一個local touch 那這裡呢 我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台灣大概不可能 台灣需要各行各業都有人去做品牌跟服務 但台灣不應該是每個人都去做品牌 因為代工還是有代工的底子跟很好的一個過去 只是說各行各類如果都有幾個領頭羊去做品牌 然後把最難的前面那個平台建起來 會不會是 也許我們像我們公司目前在計畫的 把一部分的東西委託給別人 我說我自己還是保留製造 但我不擴充製造 因為我做最前端最難的事嘛 但是我製造部分可不可以 我只做別人不要做跟別人不想做 就是別人不想做跟不會做的 然後呢我把別人會做又做得比我好又便宜的 他很愛代工 拜託你幫我做 拜託啦 然後左邊呢以醫療器材來講 太多種類有很多的新創 很多的新創 我們應該來幫忙他們 好應該幫忙他們 因為他資源不夠嘛 他走得沒辦法那麼遠 那如果你已經在前面了 假設你能拉他一把 為什麼不能打全假 所以我才自己 九月份自告奮勇說 我去醫療公會當理事長 因為這個品牌的東西 我大概接下來也玩不下去了 所以為了我想要趕快繞跑 我就去訂了一個五年的願景 然後就告訴我們同事 我們接下來應該要做的就是聚焦三件事情 其實這三件事情也就是剛剛前面看到的 你還是把PAC我們講的七天創 用AIoT進來 然後去連結所有產品線 最後是從病人進入院到處院 然後去把他這樣的病患旅程做一個管理 第二個的話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台灣的醫療器材 一定還是要講出臨床的價值 然後有KOL 這些意見領袖醫生們 願意出來幫你背書 不管你要南向你要到哪裡 我覺得都應該會變得更好 那當然包括數位化 包括所謂的永續 這是一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鮮血 所以我提出來的這個給同事 就是說好這就是大家的方向 我們一起來先聚焦把它做出來 然後應該我們就會累積 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大餅 就說好吧 那如果我們再努力一點 我們如果能夠在醫療器材 先買到一個門票就是百億 可是前提不是營收 是你的毛利率 從現在的43%左右 要成長到45到50% 那個很挑戰 連我們的董事會都問我說 你還要成長營收 要控制費用 費用力要降低 然後你還要EPS 我說很難 因為我是舊腳巴朗誼 可是醫療不會不可能 因為你看到國外領導品牌 每一個都是這樣的玩家 為什麼不可能 所以當然 我是在舊腳巴朗誼 這是大概我今天 謝謝那個會員長 给我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IDA proudly marks a transformative decade for the more than 800 brands we have serviced we've ignited a great reset pioneering sustainabl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and building across more than 180 different industries join IDA in this era of possibility where leadership meets digital DNA and brands evolve with a conscience let's reset, recharge and rebrand